宋朝 宋朝有一位理學家,叫做黃陽明,列號首人。 根據黃陽明外傳記載,黃陽明的前生是一位和尚, 所以他至少喜歡去騙遊佛寺。 黃陽明有一日來到一間佛寺,他參拜過大雄寶殿之後,來到玄通殿旁邊的廖房, 見到一間房間,雙門關閉,而且在門上貼有十字封條,上面寫著生死關三個大字。 關房的左旁有一尊護法委託尊天菩薩,右旁的牆壁記錄了閉關的年月日, 所謂閉關,即是和尚發心將自己閉關在房間之內, 每日精進修辭,念佛靜坐,或者修波周三昧等等。 普通閉關是規定一個時間的,或者半年為期,一年、三年,乃至五年為閉關期。 在閉關的時期之內,是不准人進入關房之內,也不准閉關的人與外界接觸的。 他的目的是要集中精神修學佛法。 黃陽明覺得很奇怪,就問廟裡的當家師。 當家師就說,我們以前主持老和尚在這裏閉生死關,五十年前已經圓殖了。 但是他吩咐任何人不准進去,他說將來會有人開關的。 當時黃陽明是當地的大官,他很好奇地一定要開關門進去看一看。 廟裡的當家師沒有辦法,唯有照辦。 當關門一打開,黃陽明見到裏面有一位老和尚在床上打坐,但全身已經僵化多時。 面相許許如生。 最奇怪的是,這位老和尚的面相與自己的面相是一模一樣的。 在旁邊的牆壁上,還有四句話。 五十年前,黃守仁,開門遊視閉門人,精靈否後還歸復,此信閃門不懷身。 原來,官房裏面,亦都叫做黃守仁,是五十年前已經圓殖的老和尚。 他的族名亦都叫做黃守仁。五十年後開關的人呢,就是黃陽明,別號黃守仁。 黃陽明是這位已經去世的老和尚的後身。 所以既語說,五十年前黃守仁,開門遊視閉門人,精靈否後還歸復,此信閃門不懷身。 以前的黃守仁,投胎成為現在的黃守仁,精靈在六道輪迴之中不斷輪轉,生生世世延綿下去。 但是這個老和尚,因為有閃定的功力,不單有神通,預知自己死後會投胎成為另一個人回來開門,還收到有閃門不懷之身。 這件事情是記錄在黃陽明外傳裡面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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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